欢迎收看海峡拼经济 我是吴雨书 大陆盛行的外送平台 在台湾市场也逐渐成长 颠覆了传统餐饮产业的经营模式 餐馆不需要内用区的实体店面 靠着一个虚拟厨房就能开始做生意 尽管外卖抽成压缩了利润 但是平台能提供给餐厅行销规划的参考数据 也扩大了销售范围 APP应用还有劳动力的结合 让新世代的餐馆跟外送平台 合作双赢 一鸡一牛 中午用餐时刻厨房员工进入备震状态 这个团队正在颠覆传统餐饮业的商业模式 装饭 打菜 牛排现间快速装入餐盒 一个基本款便当在五分钟之内搞定 几号 对一下 外送员进进出出 结果热腾腾的便当出发送餐 原本连店面都没有的团队 靠着一个虚拟厨房起家 两个小时出三百个人力的配置 打扮的 装菜的 煎肉的 包装的 然后就是组合起来变成一个很强健的团队 把一整只龙虾装进餐盒相当于一克西餐份量 老板将盛为推行裸食概念 主打食物不过度加工 游泳教练出身的他转行创业 一开始想做的是生鲜肉品电商 没想到直播卖鲜肉生意惨淡 那卖不掉之后 我还是有囤货嘛 就是冷冻嘛 就很多冰箱 很多肉这样 那我要想办法把它卖掉这样 我去找蔬菜来打 跟米饭来搭配这个东西 变成一个便当 原本要用来直播的厨房 开始卖起便当 没有内用区 一律透过线上接单的餐厅 在美国称为Ghost Kitchen幽灵厨房 其实虚拟餐厅开始的门槛比较低 譬如说你不用装潢的费用 你只需要一个厨房 然后食材 然后耗材 但其实到中期之后 为了品牌 那为了长久的发展 你还是需要去做这些品牌的规划 所以成本其实也不会差得太多 张胜伟掌握盈利模式 快速复制 两年内开了四家店 一个月卖出上万个便当 七成业绩来自外送平台 如今还有了实体店面 下一步计划 闪电到大陆 其实大陆的市场是比台湾更成熟的 那我们也相信 幽灵厨房在这个时代之下 它可以带出更多更多的服务 那大陆的话 其实很多的外送 但是可能没有这么多 像我们一样 这么注重原味 然后还有清淡 可是要有美好味觉的这种餐点 我们也做了很多的设备 所以我们希望在今年最晚明年 也有很有机会 可以进一圈大陆市场 相较于大陆 台湾外送市场正在成长 2019年 却台湾有600万人体验过外卖 其中15%是重度使用者 消费者用手机订餐的习惯 逐渐被养成 我用外送平台的频率就是会比之前多 因为就是比较方便 他熟悉看一看 就是直接让你送到服务 对 送到公司这样子 对 那外出的频率也相对比较少 最早进军台湾的FU PINDA 合作餐厅突破5万家 UberE有超过上万家餐厅上架 生鲜食物也外送 相照于起跑较快的海外平台 台湾本土团队 从社区生根激起直追 老板娘好久不见了 你好 今天生意好吗 还不错 还不错 好 那个定当后市码2634 不同于海外品牌 台湾外送平台自主车队 内聘员工 有固定经营的送餐区域 与店家电力良好关系 更利于挖掘在地美食 送餐APP降低了外送门槛 帮请不起外送员 但餐地也有特色的小餐馆 销售范围瞬间扩张 因为其实你很常去这间店 帮他外送 那其实店家有时候看到你的时候 他也会变得很听见 然后也会说 有没有需要爬水 就是会对你很好这样 那就会有一种 就是互相信任 互相帮忙的一种感觉 刚创业的餐厅 过去销售距离 只局限于一公里以内的客源 加入外送平台 能依据餐饮店的位置 规划达到7公里的外送范围 尽管平台抽全佣金15%到40% 餐厅业者还是争相加入 其实应该把它当成是一个 就是很低成本的行销的一个工具 就是他们其实可以提供我们 比如说客户的feedback 因为你平常也不可能说 你每一个客户 你都给他放一个回馈单 那他们也不一定会填 但是透过平台其实 就是很方便收集到这些资讯 平台透过AI大数据分析 提供资料给餐饮业者 小型餐馆更能精准的调整菜单 和经营方向 提升生存能力 他们的策略现在大部分都是 用烧钱的方式补贴 打价格战 他一开始就是要很快速 很大量的去获取市场 那我们的话是采那个小区经营制 就是在我们这个小区里面 我们去找出特色餐厅 跟那个社区的住户 看怎么样让他们结合 有感 找出那个成功的经营模式 那把这个模式建立起来之后 就可以快速复制 平凡的科技应用席卷餐饮市场 手机软体结合劳动力 满足了懒人商机的需求 争夺客源的竞争 也将持续转移到数位正常 一会儿 注意 打价格战 治地 一定是 是 5 优优 智子